舍是智慧,德是因果 今天跟大家讲 薛佛人《慈悲习舍》里面的舍字很重要 一个人的词就是仁慈,悲就是悲悯 喜就是用欢喜心去帮助别人 但是你要舍就比较难了 因为每个人都自私 都不懂得舍 只知道要索取 不知道要付出 所以要用舍来对质自己的贪念 如果一个人今天还拼命地 想着自己怎样得到更多 那么你就要多舍 如果你是一个不大肯帮助别人的人 你就要舍出时间去帮助别人 如果你是一个不肯花钱的人 那么你就要多拿钱去放生 因为很多人连放生都不舍的 觉得拿钱去放生是浪费 这种人 这种人很难做到舍 舍就是把自己的一种行为 一种理念付诸行动上 要懂得 我今天要去帮助别人 我就要舍出时间 我就要舍出钱财 我还要懂得不失感情 要懂得用舍来对质自己的贪念 要懂得感恩观世音菩萨 给予我们修行的种种方便 学佛不单要慈悲喜舍 还要懂得怎么样付出爱心 不嫉妒别人 懂得怎么样帮助别人等 这一切都是方便法门 人的财富 人的伴侣 人的活法 人所拥有的住宿 地点 食物等 这一切都是你舍的一个方法 就是说财富要舍 自己的伴侣要舍 并不是说不要伴侣 而是说陪伴对方的时间要少 要舍出更多的时间 去救更多的人 自己拥有很好的佛法 要懂得怎么样去分享给别人 不畏名不畏利的修法 到最后 也就是佛陀所说的 既无施者 也无受者 因为你舍出去的 谁舍的啊 你自己有境界 你是菩萨 你帮助别人 你应该不应该 施者是什么 你没有供高我慢 没有觉得我来布施给别人 那你布施什么了 什么都没有布施 也没有这个施舍的人 叫既无施者 也无受者 也没有接受到 你施舍的人 因为别人受到的 是你的一份慈悲心 一份爱心 而这份慈悲心和爱心 来自于哪里呢 来自于你的佛性和本性 所以 根本就没有施舍的人 也没有接受的人 实际上 就是在你的本性 良心当中 做一些慈悲的 正常行为而已 既然我们 到了这个世界上 连布施都没有 无来无去 我们岂能贪恋 世间的财富 想想 我们来了 死了 又来了 又死了 就像 没有来 没有去一样的 我们不要去 贪恋 世间的财富 世间的一切 都不是我们贪恋的对象 都是没有意思的 学佛人 学到后来 如是说 如是法 要修成真如 什么是真如 也就是说 你修心修到后来 一定要真修 而不能假修 假修是没有用的 师父这次 在欧洲 就跟大家讲 要真修 如果你们今天来 只是为了让师父看到 你还在修 那是没有用的 必须要真修 有一位同修 过去还做过 召集人 现在好了 来一天看看师父 听了一次 师父的开示 接下来 就去罗马游玩了 这种人 就是假修 这种人的事业 怎么会顺利呢 刚来的时候 还问师父 他的事业 会怎么样呢 师父 能说什么话 如果你不能修成真如 你是 自信 离开自信 自己的本性 离开了你的自信 然后 你修到哪里去啊 如果一个人 没有把自己的本性 修出来 而是遗失了 就等于 你没有真我了 用白话佛法来讲 就是一个人 修心修到后来 没有良心了 找不到良心了 师父问你们 当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杀人的那些士兵 哪里有良心啊 如果他们有自信 他们应该知道 自己该怎么做 问题是 他们没有自信啊 他们很可怜 所以他们最后 会被别人杀掉 如果你是一个 没有自信的人 你就会到地狱 恶鬼 畜生道 当一个人 连良心都没有的时候 他做出来的事情 会让他到地狱 恶鬼 畜生道里去的 师父希望你们 现在活着 做人 不要做像畜生 一样的事情 不要做 像恶鬼一样的人 也不要到地狱 去受惩罚 离无可离 禁无可禁啊 就是说 当你离开了本性 离开了自信 没有了良心 你想离开 地狱 恶鬼 畜生 这些不好的道 你都没有办法脱离 你到了这种道之后 你禁无可禁 师父可以告诉你们 你们连忏悔的时间 都没有了 就是这么可怕 一个人只要 摔到了这种道 基本上 就没有机会 再做人了 也就是说 在人间 如果这个人杀人 跑到地狱道 就算这个杀人犯 被放出来了 你说 他还有什么地方 可以去啊 他杀过人 别人看见他 就会害怕 这个人是强奸犯 是个畜生 他在监狱里 待了二十年 就算被放出来了 谁敢跟他交朋友 在人间欺负别人 残害别人 剥削别人的人 死后 进入恶鬼道 谁都知道 这种人是多猛恶 他还有机会 让别人来理解他吗 所以 进无可进 离无可离 到了三恶道之后 就没有办法离开了 师父现在 天天拉着你们 不让你们往下跑 你们要是 做错事情的话 你们就会往三恶道去 你们自己好好地想想 要修清净行 行为一定要清净干净 自己每做一个行为 都要看一看 我今天这个动作 像不像畜生 像不像恶鬼 像不像 要到地狱里去的人 有些女人 有些女人不像女人 男人不像男人 你们要控制好自己的思维和欲望 如果经常修自己的清净心 你的佛性就显化出来了 你的心安静了 佛菩萨就出来了 如果你的心不安静 佛菩萨就会离开你 因为我们每个人身上 都有贪嗔痴三毒 这三毒会严重 障碍着我们的佛性 就是说 让你本来最善良的良心 没有了 这个人本来很善良 就是因为他贪 他的良心没有了 谈到后来 他连很穷的人都不放过 还要骗人家穷人的钱财 有些人 嗔恨别人 恨到后来 忘记自己是菩萨了 对别人恨得不得了 自己最后 变成了魔 像魔一样 盯着别人 不能原谅别人 犹如恐怖分子 天天仇恨别人 把自己的佛性 都障碍了 还有些人 因为很愚痴 连自己本来 善良的智慧 都找不到了 他就天天 像疯子一样 盯着某一件事情 我要成功 我要得到它 我看见一样 我喜欢的东西 我家里有了 我还要 最后 你就变成了魔 变成魔之后 那你的心 就有魔 叫心魔 妈 我 想要 我 说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